你看喔 我會覺得韓國瑜態度很奇怪 那感覺起來他這一場應該就是 是不是被朱立倫勸出來 因為之前其實黃復興那一場 他原本也沒有說要出席嘛 那就出來了 那其實那一天以子一來一去 大家也說兩個人還是沒搞定 那他現在確定出席代表七二三 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那大家覺得庶民起義這場也是沒取消啊 所以韓國瑜是真的有整合完成嗎 我覺得他其實應該就是 不得不死啦 就是說我出席讓你也沒話說 但是我到底會不會真心挺你呢 我覺得大家也都心裡有數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七二三之後 難道侯友宜的位置就真的坐穩了嗎 你們我覺得大家不要小看一件事情 昨天郭台銘不是去北農嗎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段很有趣的插曲 就是他可能在推東西 然後攝影記者為了要搶那個畫面 然後就跟他說 郭董那你可以後退一點嗎 然後郭董你可以後退一點嗎 郭董講一句 我這個人從來不後退 哎呦 這個時間點講這句話 因為其實要是我一般不會這樣回嗎 打子不退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郭董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是七二三集一樣要來 講說我這個人 我這一輩子從來不後退 做事情從來不後退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時間點講這句話 有他的一個含義存在 那以韓國瑜的立場 當然很清楚的是 誰得到韓國瑜的支持 當然就會變成是在 泛蘭共族裡面會有一個 更穩定的一個地位 但是韓國瑜不隨便出竅 也不隨便表態支持 今天如果說 我不到七二三的話 人家一定又把矛頭指向我韓國瑜 說我韓國瑜在下面搞事 說我分裂 那金小刀現在已經出來作證了 我也不能當面給金小刀難看 所以你要我人 在我就在 但是我靈魂 或者是我私底下 支持誰在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連韓國瑜自己 可能都還沒有決定 因為郭台銘的這個角色 其實還在持續增吻當中 但我覺得 你看大家都想要蹭韓國瑜 那韓國瑜有沒有讓你蹭 我覺得蠻明顯的 你看剛剛韓國瑜要出席 七二三國民黨全代會 會跟誰坐在一起呢 我會跟總統 立委參選人 並肩坐在一起 阿賀 侯友宜這三個字 死都不想講是不是 沒有關係 因為怎麼樣 就算你不坐在侯友宜旁邊 侯友宜還是會有成功 我無疑 我要把你移過來 你坐在哪裡都不重要 因為我又想盡辦法把你移過來 而且搞不好 因為上次移來移去 已經被人家發現 這一次我覺得 侯友宜如果厲害的話 就自己一尊就教 跑到韓國瑜旁邊 然後當然就是把那個面子 場子做給韓國瑜 不過我確實要提醒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 最近的這兩天的一些民調 沒有看到 雖然侯友宜還是取位居一個弱勢 不過他真的是跟 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是說跟郭台銘之間距離 尤其是跟柯文哲距離 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 像是以臺灣民意基金會 這一次的民調 你看柯文哲現在也才二十趴 二十一趴左右 侯友宜其實也是已經十八趴 所以這代表著 我覺得金小刀出現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出來嚇唬那些小雞的 以前小雞每天採這個母雞 採母雞來墊高自己 然後採侯友宜採好玩的 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就金小刀出來 嚇唬兩三碗 一會兒說這例文是農包 然後一會兒又這樣要砍 又說什麼 你們那有錢人 誰拿出了 做一些假民調 他這幾招確實是有讓 裡面的那一種雜音或騷動 比較趨於檯面下滑 不敢那麼大啦啦的 開始笑你侯友宜 採你侯友宜 我覺得這慢慢的有 也會讓支持者看到 感覺上領導中心 這個部分有穩住 說是知道的啦 你其實賴清德在這個民調裡面 很顯然就是一個 就是自己領先嘛 其他的三個或兩個候選人 就呈現一個三小 就是三個都很小的一個狀態 你說二十趴 十八趴跟十五趴 其實沒有說太大差距 所以慢慢的 尤其特問者 現在在女性選民 這個部分又持續失血 我呢 因為那個財經記者出身 我就很好奇啊 到底因為柯文哲 講的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三十歲以上未婚的女性 都是殘障車位嘛 那被他引設為殘障車位的 我就很想瞭解一下 到底有多少類似的殘障車位 我就去那個政府的 那個統計單位去調查 你知道嗎 到目前為止 我只是憨慨 就是這樣子看一下 沒有非常仔細去計算 十五萬 十五萬 十八萬 十五萬 十九萬 十二十五萬 全部加起來至少這些女性裡面 而且大概有一百五十萬 到一百七十萬的這個 這個時候女性 未婚比例四十一趴 所以這樣算起來的話 至少六十萬的女性 是柯文哲口中的殘障車位 那我現在就心心想說 我就把這個票數都算出來了 我想這個六十萬裡面 應該也其中會有 大概有二三十萬 是會認為說 我們不是殘障車位 所以會因此而不願意 投票支持柯文哲 在這種情況之下 侯友宜如果越來越穩 情況之下 我覺得一些會相對來講回歸 但我要請教一下 晃哥 因為我覺得七二三全代會之前 怎麼感覺起來 國民黨裡面在上演 蹭韓大戰呢 誰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椅子拉靠近的話 誰就贏了嗎 不一定啊 好你看 為什麼韓國瑜呢 他只說當天呢 我會跟國民黨提名的總統 立委參選人 並肩坐在一起 下架民進黨 捍衛中華民國 他就是不說侯友宜這三個字 那有趣的是呢 郭台銘不是去訪問北農了嗎 金姆充也南下雲林 張文蔚卻說一定會投郭台銘 所以是不是真的全代會前夕之前 郭侯會爆發蹭韓大戰呢 你不能否認韓國瑜現在還是國民黨裡面 人氣最高的一位政治人物 雖然現在沒有從政 韓國瑜 他今天突然說七二三要去參加全代會 然後刻意講說我會跟總統立委參選人坐在一起 刻意不提侯友宜的名字 代表他心裡那個氣還沒有順 不是因為還有變數嗎 不是應該不會有變數 他既然這樣講應該就會去 但是我認為他心裡那個氣還沒有順 但是已經比上一次七月二號 臺北市那一場 已經有進步一點了 給他一點時間讓他慢慢進步 我是覺得你既然知道韓國瑜要去 其實就看黨中央怎麼做 因為那個全代會的位置是黨中央安排 因為他們一定都是照照名牌入座 那你黨中央你就把侯友宜 擺在韓國瑜旁邊 韓國瑜坐中間 左邊朱立倫 右邊侯友宜兩邊夾殺 我看你往哪裡跑 而且全代會椅子是不能移的 你們害透了 那個椅子是固定的 根本不能移 對不對 你想搬都沒得搬 不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選舉的人就是這樣子 說實在 有時候你臉皮要厚一點 你不能說韓國瑜 因為沒有講侯友宜的名字 然後侯友宜當天去到全代會 你就乖乖坐在那邊 就位置瞧一下 就坐旁邊 兩個人沒事互相看一看 相視而笑 搖搖耳朵 對不對 大家就有文章可以做 記者也有新聞可以報 那為什麼不做呢 那我們昨天才說 其實韓國瑜全代會沒有一定要去 那今天給他套上一個 就是中評委的身份 所以還要去了 對 但是應該是黨內有人千求萬求 拜託韓國瑜 應該是啦 應該是啦 要不然韓國瑜 他現在說實在 咸雲也喝 他去躺這個渾水 幹什麼 他今年也沒要選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既然你都已經 事情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步 那你乾脆送佛送上天 對不對 你就把侯友宜跟韓國瑜 兩個人就把他在旁邊坐 你就讓他坐旁邊 那全代會 反正今年是只開半天 那中間兩個人不管有沒有互動 至少坐在一起 那個畫面是好看的 這個應該是黨中央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過講到去蹭韓國瑜 我覺得也不是說蹭韓國瑜 就選舉本來就是要往 往人多的地方去 選舉一定是往人多的地方去 平常是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因為容易發生危險 但是選舉一定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這個時候 應該想盡辦法去抱緊 韓國瑜的大腿 因為選票在他身上